6789 四类的前两题好了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先大概看一下 也许你先不要看答案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自己先开个module 比如说A602 然后就开始想程式该怎么写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但如果你还没办法写得出来 那请各位注意 请你回头再看那个 前面有关那个回圈逻辑判断的相关影片 一定可以写得出来 因为这一题真的不困难 第一个的话呢 他我们做什么 就是计算那个总和 不过总和地方最麻烦的 其实只有四个 JQK 就是11 12 13 跟A是1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K就帮他转成13 输入Q就是12 J是11 A的话就1 也就是我今天怎么样 假如我需要写一个程式 他可以帮我怎么样 把这些都做转换 所以我们来乱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程式写完了 然后呢 他会需要有个input 不过input就是5次而已 5次 那假设我今天呢 输入5次 比如我输入什么 输入5 输入10 输入3 输入A 然后enter的话呢 他会告诉我结果 我跳太快了 这个 复制的话 我就复制这个 后面的enter 不要复制到 OK 然后把这边 假如说我输入好了 输入5 输入那个 10 输入K 输入3 输入A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他会 会取得这 这 这五个值 那这五个值之后 都enter 他会自动帮我把结果给加出来 最后变32 对不对 5加 15 那边 28 28 再加3 就31 再加1 刚好32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这边的话思考就第一个 你一定要写个回圈 那回圈 这边刚好五次 所以就是五个值 里面的话一个input input的值 写进去之后丢给前面 在里面input的结果 就把它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input的值 假如说等于k的话 就把那个值变成13 变数字 然后反之就是q t跟a 这几个分别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这几个值的话 那就转换 如果不是 那就保留 比如说它输入的是5 那就不要去动它 OK 然后呢 做一个累加 所以会有个变数也叫total吧 total加等于你输入的那个值 注意一下就是要转型 因为如果input是文字的话 你要把它转成处置 再累加 最后把它print出去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这一题应该不困难吧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基本题 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题 转换的话 那当然它总共五张 所以如果五张的话 那就是跑一个回圈 底下一个input input之后的话 做逻辑判断 判断它是不是这四个 其中一个 如果是的话就帮我转化 最后把它累加起来 还要注意就是input是一个字串 你要做转型 大概这几个地方 应该没有问题 我看蛮多同学蛮厉害的 一下写完 所以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宣告一个total 然后for i in range 这边的话 range我就输入5 其实这个5的话 等同是0到5的缩写 因为如果你不加的话 就是0开始 OK 你可以不写 不过如果不习惯 没关系 你就再加吧 这个两可 所以我说 程式没有标准答案 最重要你要有你自己的习惯 你不要说随波逐流 好像都要跟别人一样 没有 你就写习惯 而且run正确就OK了 最终它是要你的要 还有就是那个 input 你不一定要s 对你也可以是个a 可以是b 反正你写你自己习惯就好 你看起来你自己觉得 那个是你的东西 那就是对的 那input之后的话 它一定是个字串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最后的话 一定要不要忘记要怎么样转型 转型 刚刚同学用ing 可不可以 程式 run上去 只要它是绿灯 就恭喜你的 我试过啦 int跟e value都可以 都是绿灯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如果s等于j的话 自串比对 你不能说前面就已经把它转型了 如果你转型过去之后的话 那追放进来就错了 所以这边 那判断一下 如果那个追QK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把它转型 转成11 12 13 1 剩下来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四种之外 那就怎么样 直接转型就OK了 然后呢 把它改成total加等于n 不过如果同学不习惯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total等于total加n 这样也可以啦 只是感觉啦 当然有时候懒人 好像感觉写什么 total加等于n 真的比较快一点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我大部分还是写这样 比较多 如果你不习惯 没关系 你怎么写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把它转 它print出来 total结果就OK了 这应该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604 重数 什么叫重数呢 应该就是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吧 比如说我输入这么多 那一个数字出现最多 18 出现几次 有没有 出现三次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 我今天程式 当然先不要看好了 你们自己想 重数 那这个重数的话 里面会用lis 所以这一题 基本上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 你要先把什么 把输入的词先丢到什么 丢到那个lis里面 然后呢 让他去统计 哪一个数字最多 而且呢 要算出次数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蛮重要的 这一题的话 又比刚刚那一题来的更困难 最重要是那个 串列的使用 丢进来之后 哪一个数字最多 你要输出结果18 然后几次你要算出来 然后几次你要算出来 Enter 18 3 怎么写 先不要看答案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 真的已经学会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可以用什么 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 我需要什么 需要先把这些清单怎么样 全部都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lis里面 所以这三行其实就处于什么 把这些呢 丢到串列里面的这些动作 所以当然你可以分两件 第一阶段就是丢进去 所以你丢进去之后 你可以先print出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先丢进去 append append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有点像那个输入成绩一样 那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都丢进去了 那把那个刚刚这一串 比如这一串 那我拖揽一下 一样用贴的 enter一下 看一下 它全部都丢进去了 append 第二阶段就是怎么样 就再去检查哪一个 出现次数最高 当然你如果说有一个方法 用counts 比如说这个counts几次 出现几次 有没有 不过你这样用counts 自己写很麻烦 你不如用内建一个函数 叫什么 叫做count 就是叫做counts 哪一个串列 后面你只要点counts 就是算 算什么 算它出现的次数 有点像那个什么 那个easeo里面的county符 county符就类似用法 county符 那我们做法就一样 我们就是在这边关键地方 一样跑个回圈 所以基本上的话你可以 等一下我这样 第一个呢先宣告一个maxc等于零 零角是说呢 max最大的那个是几次的意思 maxc等于零 预设我就先假设是零次 那一样呢 我就把它什么 每一个for i in range 一个一个的把它抓出来 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它次数 如果呢在list1里面 去count它就是算它的次数的话 然后算哪一个呢 算那个list1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所以假设我们用i的话 先从零把34抓过来 所以后面的话加一个中波R5 放一个i 然后呢只要能够大于什么 大于这个maxc的话 就把它留下来 所以这边的话maxc 然后冒号一下 enter 如果34 哎34比零大呢 当然有啊 34出现一次嘛 里面count 34一次 所以呢这边return回来结果 这个的结果 如果第一个34丢过来 那就是一次 一次比零次多 所以怎么办呢 表示34是目前最大的 那我就把它留下 怎么留下来呢 maxc 这个值就被盖过去了 所以maxc的值等于什么呢 等于哪一个呢 等于这个count的总数 所以把这个丢过来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技巧 这个放前面 那这个放后面 交叉一下就好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还蛮习惯用 ctrl键拖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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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样写程式 好像相对比较不容易错啦 我这有一个小技巧 啊再来的话呢 就留下什么 留下那个n好了 n的话就是哪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 就是34 有没有 把34留下 然后呢 它就全部跑完了 跑完之后哪一个最大 哎那就最后怎么样 哪一个数字18 所以把n输出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print什么 print的输出 它出现的次数 就把maxc怎么样 再放到这边来 哪一个数字 出现几次 看得懂意思吧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总共11行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enter 有没有 18 三次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尽量能够用自己的逻辑 然后很顺畅的把它写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会了 这样考试你也会考得很流畅 只是说这个是真的还需要练功的 花蛮多时间的 因为要熟练 OK 尽量那个试用理解的 像这种东西是没办法用背的 说真的你叫我把程式背起来 我觉得背这要干嘛 你即便你考试的时候背的起来 你下一次要用 你怎么可能说 还把以前背的东西 也不能用了 所以等于我觉得 尽量程式还是不要用死背的 OK 尽量用理解的 像我们刚刚这边其实也没什么 好特别的区域 都是用就是直觉的把它写出来 那试一下那个604 所以第六类也许我们就讲两题 然后后面也有答案 请各位自行参考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也许就是在讲一下那个 70204 所以我们也许就是在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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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也许就是在讲一下